我们继续诗篇的信息 今天晚上我们进入到诗篇的第六篇 诗篇第六篇传到给他一个题目叫做 泛滥中的祷告 谁能够体会这种泛滥中的祷告呢 我们今天在神的祝福之下 我们过得很舒服 过得很平安 过得很顺利 我们讲起来就是每天都在享受生活 享受恩典 享受生活 谁能够体会在泛滥痛苦中的祈祷呢 老师说今天的信徒体会不到这第六章里面的祷告 因为我们没有泛滥 我们都很平安 可是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陷入到泛滥里面 很多人生的变化 人生的这种灾难突然间临到 我想这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 这第六篇里面的什么叫做泛滥中的祷告 讲到这里 我时常想起在圣餐里 思念耶稣的情形 因为我们今天很享受呀 我们也没有什么痛苦 什么泛滥 所以怎样再讲 无论怎样讲耶稣的泛滥 耶稣的痛苦 都起不了感动 都起不了让我们的内心砸心来感动 你没有发现到吗 圣餐已经很多年了 没有人感动了 一点都没有的 以前还说会有一些人感动 甚至会哭 会听到他们哭泣的声音 意思说 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去体会 耶稣的泛滥 耶稣的痛苦 这是传大带讲第六章的开场版 让大家去反省 我们说 将心比心嘛 如果有一天患难死我们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能够体会对方吗 体会这些痛苦的人吗 好 我们看诗篇的第六篇 诗篇中一共有七篇 被称为忏悔篇 忏悔 就是悔改的诗篇 那本篇是头一篇的忏悔 第一篇 忏悔是三十二篇 三十八 五十一 一零二 一三零 第四三 加上这第六篇一共是七篇 如果有这种同理心去看这七个忏悔篇 我们内心也会被感动 因为里面是真实的向神悔改 向神说出自己的罪 自己的亏欠 今天已经很少人这样祷告了 就算我们中期的几个月一次的禁止大会 也很少人在真正的忏悔祷告 已经很少很少 其实禁止祷告不是为了求圣灵 禁止祷告最重要的就是忏悔祷告 悔改认罪 讲起来 圣灵是神的运行 是不需要禁止来祈求的 说真的是不需要的 耶稣也好 圣经也好 没有告诉我们说要禁止求圣灵的 没有这样的记录 是告诉我们 要情词特切地求圣灵 用感情 用心 用意 用种种的专心在求 特切地求 只有这样的教导 因为圣灵是允许的圣灵 不是借着禁止 然后神一叫给你 因为你禁止 不是这样的 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应该禁止 其实禁止的重点 就是这一篇里面说的 悔改认罪 向神真正的忏悔 痛哭流泪 那是禁止的意义 那本篇的开头就是哭泣 不断的哭 借书的时候却是唱歌得胜 这好像是晚上下雨 早晨雨停了 放晴了 这篇我们可以体验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的 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说的 那边说 义树虽然哭泣 早晨便被欢呼 也是这一章的 写照 这一章的信息 这种义树有哭泣 早晨欢呼 这是神常常让我们 经历的一种信仰的体验 信仰的经历 苦难的另一边就是胜利 十字架的尽头便是荣耀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荣耀 不要十字架 我们今天只强调要胜利 但是不吃苦 不经历苦难 我们今天的信仰都走偏 观念都错误了 我们只想要进天国得荣耀 但是不愿意被十字架 神的信仰 真实的信仰 不是这样 本篇是大卫在极度的痛苦中 所发出的祷告的声音 所以我们会在本篇看见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他会为自己的罪 把所有的后悔 全部的表明出来 讲出来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一定会为自己的罪 把所有的痛苦 后悔 全部的表明出来 在神面前不需要隐藏 也不必隐藏 那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这样子呢 全部表明出来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罪 这么信仰的这样的冷淡 这样的爱贪爱世界 有没有全部在神面前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也会在本篇看见 一个真正信仰的人 真正的信仰的人 他会为他的罪来忧伤 来痛苦 一定是这样 我都说了 今天你看到有那几个 哪几个信徒也好 甚至人员也好 为自己的罪来忧伤 有哪几个也好 我们实在 今天的信仰 今天的教会 缺乏自我反省 缺乏自我悔改 缺乏 反而看到更多的事 恶人先告状 先发脾气 先定讲道人的罪 先罵 先反感他 不喜欢他 这段时间 传道的信息是不断的按做圣经 这样来教导 这样来提醒 但至少还有一个传道 不断的这样提醒我们 悔改认罪 如果有一天 都没有人这样提醒呢 一直讲平安 平安 大家很热心 大家都很好 感谢主 这种糖果吃多 我们不会悔改 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有亏欠 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信仰有问题 因为糖果吃太多 听荡你的话听太多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 对不起 因为今天第六篇 就是在讲这种道理 第六篇 其实神让我们经历罪的痛苦 都是要我们得益处的 因为在神的恩慈里面 就是要领人悔改 神的恩慈 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 就是要领我们悔改的 不需要悔改的 那就不需要救恩的了 不需要悔改的 认为自己没有错没有罪的 你不需要神的怜悯 不需要 我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今天我们会悔改 我们会认 所以因为我们 在神的恩典里面 救恩里面就是要悔改 就是强调悔改 所以结束一开头第一句话说 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应当悔改 有没有 不用悔改 就是不需要救恩 需要救恩 就一定要悔改 这种悔改是一生人的 不是一次两次 一次半次 是一生的悔改 不断的让自己进步 不断的让自己 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相识 但今天有这样的信仰吗 有这样的教导吗 反而我看到今天 我们在神的恩实里面 在救恩里面 我们不断的放纵 不断的放纵 放纵其 滥用恩典 好我们看诗篇的第六篇 这里第一节是求术 求神饶恕 求术 那第二节是求医 求神医治 第四节是求救 求神拯救 第五节是求问 第三节也是一个求问 你几时才救我呢 神啊 你几时才来拯救我呢 可见得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神没有救他 在犯案中的 所以他才会发出声 你几时救我们 几时回转 回过头来 从大卫的祷告 应该 大卫应该这一章里面 他所表达的 应该是他逃到 非利式人的地方的 那段碎 那仇底继续埋伏 要害他的命 在自己的国内呢 少了王要追杀他 很多人背叛他 逃到外邦地 非利式人是他的仇敌 他当王的时候 也杀了很多非利式人 他们肯定是追杀他 肯定是报仇的 这个就是大卫当时 他的处境 他的痛苦 他的犯案 哪里可以用他 可以用他来生活呢 用他平安的过日呢 自己的国家不能 外邦地也不能 那在他的祷告当中 本篇的祷告中 我们看到大卫有五种的苦难 第二个苦难 身体的软弱和疾病 那是在第二集 那第二个苦难是 内心的惊慌 内心非常的惊慌 那是第三节 第三个苦难 神好像离开了他 第四节 那第四个苦难 他这个时候呢 大有死亡的恐惧 他现在感受到死亡 越来越靠近他 有死亡的恐惧了 那在第五节里面看得到 那第五个苦难是什么呢 还有许多敌人的 逼迫跟迹象 那是在第七节里面看到 那这五种苦难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见了没有 一个罪 一个犯罪跌倒的人 罪带来的痛苦 以及神的刑法 神的刑法 不是一两个苦难 五个苦难在他身上 那就是罪带来的痛苦了 还加上神的刑法 这种情况还不用悔改吗 不用认罪吗 不用痛苦流泪 不断地祷告 流泪祷告吗 若不是神开恩 大卫早已经死 你知道多少人要他的命 你知道吗 真的是神开恩 神保守他 好我们来读第一段 泛滥中的祷告 来一起读圣经一到五节 一二三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脏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 耶和华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 求你转回答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 好这是大卫泛滥中的祷告 第一节我们看到大卫的害怕 他害怕什么呢 他害怕神 特别是害怕神的愤怒 所以在他的祷告中 他这样向神呼求 他说神啊 神啊 求你不要在怒中来责备我 不要呀 神啊 请你不要呀 大卫很怕神 特别是神 发怒的时候 他更加害怕 一个敬畏神的人 才会真正的怕神 所以我们检讨一下 我们辛苦到现在 有怕过神没有 我们心仰心到这么软弱 甚至做了一些不荣耀神的事 我们有没有怕过神啊 我们都不怕神 犯罪了 跌倒了 亏欠了 对不起神了 也不怕神 也没有觉得一点害怕 犯了罪 而且更大声的这块神的破 你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吗 羊人都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跌倒的时候 必须要赶快悔改认罪 知道吗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允许啊 赶快悔改认罪 里面有恩典的啊 请看真言书二十四章 真言书二十四章 我们读十六节 来二十四章十六节 一二三 因为一人虽弃次跌倒 忍必兴起 二人却被祸患引导 一人跌倒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可是神允许 他忍必兴起 他会重新再来 重新站立起来 因为他一时的软弱 或者他一时的贪心 一时的过犯 他不是恶人来的 他是义人来的 但义人有时也会做错 有时也会跌倒 有没有 所以七次跌倒 三还要给他起来 再允许他起来 再拯救他 再给他机会 为什么他可以重新再来 因为他懂得悔改认罪 因为他懂得在神面前流泪痛哭 不断地悔改认罪 不断地请行吐义 再看诗篇三十七篇 三十七篇 我们读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来一起读圣经二十三节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地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 有没有 他虽视脚也不知全身扑倒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用手才扶他 他虽然跌倒 但是不至于全身扑倒 他为神还在带领着他 还扶着他的 因为重点二十三节 因为他是义人 他走的路是义人的道路 不是恶人的道路 但有时一时不小心 一时的不警醒而跌倒 这些神都会有怜悯的 神都会有位子救的 我们看第二节 大卫求神怜悯他 第二节 耶和华求你可怜我 他满身伤 满身伤 满身伤 满身病 所以他求神医治他 但是这个时候 谁愿意医他呀 谁能够医他呀 今天一个落魄 落难的人到医院 医院会收他吗 医院医生会看他吗 落落魄魄 像乞丐这样 没有钱穿他脏魄魄 到医院求医 你认为医院会收留他吗 会看他吗 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人生 医院就是有病才要去的嘛 有伤才要去医治的嘛 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先问你有买保险嘛 先问你有带现金来吗 先问你要进多少千块 多少万块进来知道吗 我哥哥就是这样 没有 没有不能动手说咯 不是几千块一万块 几万块啊 整百千都知道吗 哪里拿这么多钱去医院的 大卫现在就是落魄 他不再是君王 他需要医治 但谁能医他 谁要医他 所以他求神啊 神啊求你医治我呀 我除了有肉体的病 他说他的骨头发展 他是很重的一个病来的 这种病不只是外在 包括里面的骨头都在发 他都在 都在骨头都在痛 在痛 他有灵性的病 信仰的病 这个时候他无论是肉体 还是信仰都有病 所以需要求神医治的 我们今天许多信仰都不健康 都有病 我们需要被神来医治 所以每一次带祷后说 某某人有病 为某某人祷告 我很赞成的 因为不只是为他祷告 也是为我们自己祷告 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病的呀 我们真的没有病吗 我们灵性上 信仰上 真的病很重要 所以不要只是看到 为那些病痛者代祷 为他祷告 原来就是在为自己祷告 你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就是在为自己祷告 知道没有 你不为他们祷告 你觉得不管你的事 那你也就不为你自己祷告 因为你的病比他更重 知道 今天要神医治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自己有病 然后知道过后 要承认自己有病 要承认 然后呢承认过后 愿意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医治 第一 你先要知道你有没有病 第二 知道了你要承认有病 第二 你要承认过后 你要当神的面前求神医治 这个才是正确 不是一直求这个 求那个 求东西 求祝福 不是啦 求神医治 那第二节说 大卫骨头发战 你看过一个被神责备 或者被圣灵责备的人吗 你看过吗 被神责备 或者被圣灵责备 真的是骨头在发抖 真正的骨头都在发战的 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是我真实的见证 我真实的体验 不能控制 牙齿 脚 手都一直在发 不能控制 被神责备啊 神生气啦 你看圣经的 波莎莎王也是呀 他不是很骄傲吗 他哪里怕神呢 那圣殿的欺勉来喝酒 侮辱神呢 其实神也没有做什么 神也没有责备他 神只是在墙壁上写字 吓哭他 一个君王一直在发抖 神那个责备是没有声音的 只是写出来 你的国道这里维持 你今天就结束了 神没有用声音责备他 神只是用写字 这叫做骨头发张 丢不丢人啊 一个君王啊 怕到这样 丢不丢人 你不是说不怕神 你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 你不是挑战神 拿神的器皿来修路吗 你不是很骄傲吗 有一天你也会骨头发张 我跟你讲 当者到神霸露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会骨头发张 如果那时神还会遮备你 你要感恩 因为神还爱你 遮备你 要你悔改 连神都不理你的时候 连骂都不想骂你的时候 那是惨 那真的是惨 很严重的问题 那种情绪是到以后 审判再讲 现在都不讲你了 那时候再讲 我宁愿现在神遮备我 甚至管教我鞭倒我 不要到那个大审判的时候 才来发明 那时候我就没得救了 还有谁是骨头发张的呢 就是末日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人 以及作恶的人 伤害耶稣的人 这是记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 他们真的是骨头发张 一直在发抖 主耶稣把这些事情 一言出来 先讲出来 那些在害怕的人 包括最高的君王 包括最低级的那些奴仆 那些奴仆 全世界人都在害怕 耶稣说这是真实的 不怕神是吗 总有一天会怕 总有一天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这里是大卫内心大大的惊慌 为何这些奴仆 神啊 神啊你几时才来救我呀 几时呀 因为很长的时间 没有看到神马上拯救 所以他内心开始惊慌起来 这也是情有可言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这里告诉我们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神的惩罚中 在神的惩罚中 等候神是最艰难的时间 因为你这个时候 是在被神管教当中 那这段时间 神没有马上拯救 没有马上开恩 没有马上开路 没有 这段时间 只能够忍耐而已 不断的忍耐跟交托而已 这个忍耐就是等神 等神开恩 等神开路 等神怜悯 这种等待是最艰难的时间 最艰难的等候 但是这个功课 我们必须要学会 没有办法 只能够这样等待 因为神是照祂的时间做事的 不照你的时间的 神也不是照我们要的时间 来替我们做事的 不是的 是照祂要的时间 来做事的 我们不能够命令神 我们只有顺服 只有忍耐 只有等候 就是这样的 你看起书路 你就会明白这篇道理 在大逼过来到的时候 主耶稣就说 我们只有忍耐而已 信徒的忍耐就在这里 没有拯救 没有神迹 没有天使保护 没有 你就只有忍耐而已 这种忍耐呢 是最艰难的时间来的 如果能够忍耐过去呢 那你就胜利了 就得胜了 你就得救了 也荣耀死了 第四节 是否神好像离开了大卫 这个是大卫内心惊慌的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惊慌第三节 是因为没有看到神即使拯救 第一个惊慌 第二个惊慌 第二个惊慌 第四节 好像神离开大卫 一走越远 神对大卫一走越远 我们怎么知道神越走越远呢 你看第四节 大卫求神转回来 转回来就是说 神已经离开 越来越远了 叫他转回来 回到他身边 有没有 这是他第二个惊慌的原因 神离开他越来越远 这也是传道曾经体会的 所以那一次的体会 对传道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宝贵 我非常的珍惜 如果不是被神这么样严厉的责备 这样的体会 这样的体会 我可能今天我已经跌倒 或者我已经讲到没有力量了 但是我感觉到 绝数离开我很远很远 已经离开我了 已经不要我 那剩下的就只有黑暗 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 整个眼前都是很可怕的黑暗 非常非常的黑 一点光都没有 第一 被神这被害怕 第二 感觉到神离开我 已经越来越远 我跟神的关系已经很远了 原来我可以体会到大卫 现在在这里的第二个精华 神离开他 越来越远 那第三个精华是什么呢 第三个精华 他似乎 离死亡 越来越靠近他 越来越近 第五节 这是他心理精华的第三个原因 所以他对神说 神啊 如果他死了 他现在死了 或者不久就死了 那没有人纪念你啊 没有人再这样来祷告你啊 至少他没有死 他还会纪念神 还会向神认罪悔改 还会称颂神 至少他会做这些 所以他说 他若下到阴间 有谁还在称颂神呢 有谁还会向神来真实认罪呢 神啊 若我没有死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地称颂你 继续地敬拜你 继续地悔改啊 其实 戴维这样对神祷告 是因为他此时 他带着死亡的恐惧 所以他才会说 神啊我现在不能死啊 我不可以死啊 因为我还要敬拜你 我还要赞美你 我死了我什么都做不到了 我死了也没有办法赞美你 这样对你有好处吗 神啊这样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这种祷告就好像摩西在替百姓祷告 以色列百姓祷告一样 因为他们拜偶像嘛 拜照金流毒 神愤怒地把以色列全部毁灭掉 全部喔 你看摩西他怎样祷告 他说神啊这样有什么益处呢 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全部把祂审判而死 全部杀光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只能够被人家讥笑 神啊你带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就是带旷野杀死他们 神啊这种批评这样的毁谤 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有时间你自己去看喔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十一到十四节 这是大卫的三个惊慌的原因 三个惊慌 好我们就到第二段 六节到七节 六节到七节 来一二三 我因哀哼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踏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闭 又因我欲缺的敌人眼睛奔花 这段第二段呢 是记录大卫内心的痛苦 刚才是惊慌 现在是内心的痛苦 我因哀哼就是悲伤叹喜 非常的悲伤 而且在悲伤到我现在很困乏 非常疲倦 注意喔我们信徒可以悲伤 可以叹喜 但不可以埋怨 不可以口处怨言知道吗 就好像岳伯的太太 她在悲伤痛苦的时候 她埋怨神 口处怨言 她做了两件神不允许做的事 魔鬼想要做这两件事 神不允许 魔鬼 但是现在呢 岳伯的太太去做神不允许做的事 去做魔鬼要做的事 有没有 两件事 岳伯的太太来讲两件事 第一 他叫岳伯去死 你去死吧 你还活着有什么用呢 你活到这么痛苦 活到这样一点尊严都没有 活到神都不要你了 你有什么用呢 死吧 去死吧 去自杀吧 有没有 看到都讨厌你 没有一个人会尊重你 那你活来做什么呢 魔鬼想要岳伯死 神就不可以 你怎样伤害他都可以 但是不能够让他死 有没有 但岳伯的太太就叫他去死 那是神不允许的 不允许魔鬼这样做的 岳伯的太太这样做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神对魔鬼说 岳伯对他的心是政治的 是清洁的 是纯洁的 是纯洁的 魔鬼说不是的 骗人的 他对你的境外是骗的 那岳伯的太太说 你还持守你对纯正吗 对神还纯正吗 神都不理你了 你对他这么好 对他这么敬拜 对他这么敬畏 神都不理你了 你还持守对神的心吗 这个就是在痛苦悲伤的时候 口处怨言嘴巴犯罪 大卫虽然他在痛苦当中 可是他没有口中犯罪 知道吗 他只能够流泪痛苦 但是他不再买怨神 也不嘴巴犯罪 我每夜都在流泪 每当一身冷静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孤单 每当他想起所发生的事情 他的眼泪就自然地落下来 不断地掉下来 圣经安慰正在遭受痛苦的人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并且神要把你的眼泪 装在他的皮带 今天你的眼泪 谁会把它收起来呢 谁会把它装好来做纪念呢 谁理你啊 但圣经说 信徒忧伤的眼泪 痛苦的眼泪 神会把它收集起来 把它装起来 因为你那个眼泪 是有价值的 你的痛苦悔改 是有价值的 是神许悦的 神是你的眼泪 这世界有许多我们流泪的事情 有时我们走进流泪谷 真的进不到这种流泪谷 就是悲伤的 但是神允许说 祂要插起我们一切的眼泪 这是启示录最后的允许 最后的这种安慰 神说一切都过去了 祂会擦干我们的眼泪 不再留泪 看第七节 我因忧愁眼睛损坏红肿 因时常流泪影响了眼睛 其实 内心痛苦 长期的痛苦 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不只是影响眼睛 是影响我们整个身体 一旦我们不再忧伤痛苦 一旦被神安慰医治 我们的身体就自然好起来 真的自然就好起来 身体灵魂精神都突然间快活起来 不是因为吃药 是因为神医治 是因为神安慰 自然病就会好 真的是这样 所以圣经这样说 忧伤的灵真的会死骨骨干的呀 你的骨头都会骨干 吃药都救不到你 但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灵充满乃是良药 这是第七节 是在谈到我们在忧伤痛苦的时候 真的会让我们生病的 真的会让我们整个人 这身体都垮下去 垮下去 所以要赶快从悲伤中站起来 知道吗 好 我们看最后一段 八节到十节 一二三 你们欲却作孽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护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突然羞愧 这一段是神大富大卫的祷告 大卫不断的流泪祷告 这一段是神大富他 神给他大富给他安慰 给他回应 神的回应就是 神已经听了大卫的祷告 这是神的回应 这是个信心的祷告 这种祷告带来极大的转变 在忧伤痛悔的祷告 带来了神给他的大富 神的回应 第一 神已经听了第八节 神已经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这是神对他的回应 第二节 第二 神已经介绍我了 第九节 不单只听我的祷告 还介绍我这个人 第三件事 神不单只介绍我 我的仇敌 被大大的惊慌而羞愧 神要对付我的仇敌 神要替我生冤 第十节 这三件事就是神 对大卫的大富 对他流泪痛苦的 祷告的大富 半天神也这样的 对我们真实悔改的 弟兄姐妹 第一 神已经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第二 神已经介绍了我这个罪人 第三 神一定会替我生冤 大大的对付我的敌 第三 神会逮捕我们 其实这一段 这八节到十节的 这段祷告 正是主耶稣 十字架得胜的情景来的 刚好这三件事情 都发生在 应验在耶稣身上 耶稣在做最后祷告的时候 神已经听了主耶稣的哀哭的祷告 这是记在西伯来书五章七节 他在克西马里很痛苦的祷告 神摘听 第二 第二件事 神已经接纳了主耶稣 就验纳主耶稣 所以圣经常常说 神不将主耶稣的灵魂 撇在阴间 有没有 不把他丢在阴间 因为神接纳了他 所以主耶稣复活生天 站在神的右边 在荣耀在天国里面 在神的右边 这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 第三件事 将来仇敌必大大的惊慌跟羞愧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这里的事情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那些仇敌定他的人 害他的人大大的惊慌 还有 耶稣第二次拜灵的时候 再来的时候 那些刺他的人 那些伤害他的人 都要亲眼看到耶稣降临 耶稣在你 仇敌必大大的惊慌痛 你看这三件事 正在耶稣 就是应验在耶稣身上 所以这一段呢 也是议言主耶稣的得胜 在犯难中的得胜 这一章就是犯难中的祷告 愿圣灵不断地感动 我们来唱诗